半个月后 龙鱼岛 三道顿光连媚而来 落在长青阁中 没有多久 一道青色长红同样飞来 落在顶楼 现出芳希的身形 他目光在刘三七 钟红玉 阮兴灵三人身上扫了一眼 继而露出笑容 之前听说翡翠岛出世 我还有些担心 如今见到三位平安归来 我这颗心 总算能放下了 多亏留到有相助 否则我不一定能支撑着回来 阮兴灵苦笑一声 脸上忽然浮现出 一阵不正常的晕红 你受伤了 青光一闪 芳希便来到阮兴灵身边 一只手掌上爆发出 青黄色的光韵 抓住了阮兴灵的号腕 枯戎诀中所记载的 疗伤秘术效果非同凡响 只是片刻功夫 阮兴灵便睁开双眼 微微一笑 多谢芳兄相助 我已经无大碍了 真是奇怪 芳希收回手掌 望了望阮兴灵 又看看钟红玉 这次翡翠岛一记 红玉没什么事 反倒是你身受重伤 当真让我有几分惊奇的 钟红玉与阮兴灵 都是修行 同一门功法 但阮兴灵 已经是筑基中期修士 斗法之威名震越国 结果 两人同时去的翡翠岛 还是阮兴灵 身受重伤 钟红玉看起来 反倒没有什么大碍 多亏阮姐姐在翡翠岛上护着我 我才能平安无事的 钟红玉连忙解释 这时 芳希才知晓 伴随着幽明地脉出世的 还有许多炼器 筑基层次的鬼物 当时诸多修士各自为战 场面混乱至极点 多亏阮兴灵保护 否则此女或许真的逃不出来 原来如此 芳希点点头 感觉阮兴灵似乎将钟红玉 当成亲传弟子了 其实 若只是那些鬼物 我也有把握能全身而退 不至于如此被重伤 阮兴灵沉吟一番之后 却是又说出了一番话来 我之前在翡翠岛上 见到两位结丹老祖破开禁止之时 便感觉有些奇怪 后来几乎可以肯定 是中了某个计策 与在场一位女修托不开关系 那女修爵对与玄天宗有仇 并修炼魔道功法 她脸上浮现出仇恨之色 若不是追上与那女子交手 损了一些元气 我也不至于后来被鬼物围攻重伤 哦 方兮细细询问 才知道当时还有一位神秘女助击出现 更似乎尝试偷袭玄天宗的张老祖 纵然没有成功 但也顺利逃脱 甚至令张老祖陷入被金丹鬼修围攻的困境之中 手段十分巧妙高明 那女魔修修为与我相差仿佛 但修炼的魔功相当厉害 不仅有神识攻击手段 更有一种身法 如梦似幻 顿逃之时 无影无踪 阮心灵细细述说 我怀疑那女魔修可能身怀幻灵根 否则根本无法用假身瞒过我的神识 幻灵根 刘三七开口 我倒是听说过此种资质 据说身怀此灵根者 对于修炼幻术颇有注意的 司徒清清是何种灵根 方兮心中回忆 玄疾摇头 此种隐秘她怎么知道 不过从那女魔修的手段来看 的确是五级元魔功没错了 又与玄天宗有仇 是那司徒清清的可能很大 或许阮心灵也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才不顾一切地去追逐此女 反而导致自身被重伤 毕竟阮心灵与司徒家魔修有血海深仇 简直是不死不休的 而从阮心灵与中红玉口中 方兮终于得知了当时的详细情况 这种第一手资料 可比外界修士的以讹传讹精准多了 翡翠岛的金丹鬼修 数量竟然在三头以上 这除非四大结丹势力联合 否则都难以收拾啊 方兮听完 不由喃喃一声 不仅如此核心区域早就被幽民鬼气所侵染 纵然有什么结丹灵物 只怕也早就被污秽了 阮心灵苦笑一声回答 没有结丹灵物的诱惑 金丹宗门不可能冒着老族陨落的风险 与鬼修开战 搞不好会放弃我们万岛湖 任凭万岛湖群修自生自灭的 搞缓冲区吗 这倒真是大有可能的 方兮若有所思 若是三阶妖王 至少杀了还能取得内丹 但结丹鬼修死了大多就化为虚无 可谓亏本到极点的 再加上九夜派一计 已经没有什么油水 该做出何种选择 只要是理智的修仙者都能做出取舍 看来日后的万岛湖要为鬼修所苦了 方兮道 幸好本岛防御法阵足够强大 应该还能维持一时 几位道友若是担心自家道场不够安全 可以往我这里暂避 多谢岛主美意 刘三七拱拱手 却苦笑着回答 我还是想回金龟岛 那上面还有我辛苦种植的灵药 轻易无法移植的 我也准备回枫叶岛 一般而言 结丹鬼修不会离开老巢 普通鬼物 我自问能够应付 阮心灵想了想 最终也是如此回答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强求了 方兮文言 只能叹了口气 随他们去了 筑基修士也不是小孩子 反而是修仙界中名震一方的角色 既然都如此说了 想必应对鬼灾都有一定把握才是 翡翠岛上古一记的探索热潮 终究还是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不仅陨落了大量鼎鼎大名的筑基修士 就连贪图便宜的炼器小修都死了不少 而各方势力在发现幽冥地脉与鬼修的难缠之后 也纷纷做出撤离的决定 白泽仙城就是第一个跑的 那袁飞红在离开之前 还特意来拜访了方兮一番 此时的对方 赫然已经是助击后期修位了 当年方兮那一颗冲圆丹 看起来的确是帮了大忙的样子 而等到各方势力都退出之后 凌空方式一下就变得萧条许多 方兮甚至都不太想管 抽走大部分零食与物资之后 就直接丢给严冬青了 事后计算 通过这次的翡翠岛一记热 他们几位筑基算士赚得盆满钵满 光是灵食就堆成了小山 还不算各种珍惜灵药 灵财 医保 功法秘书等等 只是随之而来的万岛湖鬼灾 也着实让本地修仙者大吃苦头 结单集数的鬼修并不离开翡翠岛 却喜欢驱使一些低阶的鬼物外出 搜集生魂之流 甚至有攻破领导 将岛屿之上的修士与凡人一起屠灭的例子 这些鬼物或三五成群 或单独游荡 其中甚至有堪比铸鸡的鬼物 普通练起修士都不是对手 唯有铸鸡修士坐镇的二阶领导 才能堪堪抵挡 这也导致万岛湖中 不论修士还是凡人 都在向枫叶、龙鱼、金龟、凌空四岛集中 想来龙鱼倒闭或的修士与凡人更是最多 毕竟方希对外号称万岛湖第一修士 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 因为只是一些炼器修士与凡人 方希也不好太过冷血无情 也就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下来 画出几块地区供给他们修养生息 并且每天还得压制祝央魔术 免得看到如此多的血时 本能地就将他们尽数血迹了 即使如此 整个万岛湖区域都变得萧条了许多 而玄天宗也没有任何反应 看起来当初那位张老祖为了突出重围 的确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而万岛湖这一大片区域毫无疑问 是被玄天宗给放弃了 龙鱼岛码头 一搜搜凡人大船停靠 从上面扶老挟幼的下来不少凡人 这些凡人都是万岛湖修士的后代 如今遭遇鬼灾 又不愿逃往越国渔郡 成为真正的凡俗之人 只能选择跟随投靠龙鱼岛的修士意气 进入龙鱼岛居住 终于到了 不要怕 到了龙鱼岛便没有鬼物了 呜呜 爹爹 我要去找爹爹 方兮隐藏身形 立在半空 望着这难民百态 也是沉默不渝 忽然他眉毛一挑 看向不远处的湖面 在那里 几道灵光闪烁 乃是随行的炼气修士 正驾驭法器护航 而不远处 突有阴风阵阵 一道数十丈长的鬼物飘来 其中似乎有大量 模糊的影子 一闪即逝 是那些鬼物 又追来了 一名驾驭飞剑的老者脸色大变 我就说不该一次性运送这么多人 凡人气血汇聚太多 很容易吸引鬼物注意的 家族也是抠门 不知道多购置几张脸气符吗 旁边的一名姓眼陶塞的少女 也有些气急败坏 哎 此时多说无意 好在这些鬼物之中 并无二阶的 跟他们拼了 老者驾驭飞剑 那飞剑化为一道灿烂的白色流光 刺入雾气当中 结结 下一刻 有怪笑声自雾气中传出 老者脸色一变 不好 我的法器 这些鬼物厉害 速速逃走 通知龙羽岛修士前来援助 这些修士且战且退 一路逃往龙羽岛 而稍微慢些的船只被灰雾缠上 立即便有惨叫传来 继而便是一片死寂 那一道道鬼物不知满足 又飘向龙羽岛码头 就在这时 悬木大阵之中 有黑色雾气一闪 猛地扩张 将鬼物包裹进去 转瞬之间 那一片鬼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见到这一幕的老者与少女 不由木凳口呆起来